在日本很常看到 给你一个容器让你装到满 而现在这样的商机也红到台湾 有业者推出的是 一个箱子399块 有300样的商品可以挑 只要你塞得下 你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这则报导我们也实测 专挑小包装的可以塞19样 买到价值2000元的零食 还有人更厉害了 一口气装到2800块 小小店里装了超过千样商品 各国零食泡面饮料 但最厉害的可不止这样 看到我眼前这一整区 国外的进口零食全都能用 我手中这个箱子一次装到满 这次记者今天就来实际装装看 究竟一次能装几包 左边拿一些右边拿一点 看准小包装高单价的零食 通通放进去 装完了里面总共有19样商品 价值将近2000元 一个30x25公分的纸箱 399元就让你临时装到满 最高记录有人一次就塞满25包 还有人累计价值高达2800元 等于价值翻了7倍 最高一天卖了180组 就是能装就尽量装 装多一点 就是塞到那个箱子满为止 小的糖果挑多一点 然后再来就是 如果平常有在留意日韩产品的话 大概也会知道日韩产品的售价 对 然后就以高单 比较高单价的东西来挑 墙上五颜六色的糖果 超过20种品项 在台中同样有188元就能装到满 一般进口糖果 零食平均就要两三百块起跳 现在直接散装来卖 看着民众一次吃不了太多 又想有吃到饱划算的感觉 以量至价 在塞进纸箱或罐子的同时 也会购买旁边单卖的商品 借此业绩成长超过五成 来客数最高500人 日营业额甚至超过10万元 称重的商业模式 就是的销售模式来说的话 其实它无形中会让顾客有一种压力 就连日本连锁卖场 也会不定时推出装到满活动 可见这不止商机惊人 话题度也很高 东森财新的中文军 王安平桃源报导